你現在收看的是藍色旋律 走進藍色走入你的世界 哈囉歡迎大家來到藍色旋律 我們今天走一個不一樣的路線 我們邀請到了屏東在地優秀的音樂人RT 嗚呼 好好好 其實RT一開始呢 我認識他的時候是在有一次 我辦一個活動的時候 然後呢他就是 我們就徵召各種演出的人員 然後他那時候就報名 然後我們那時候想說 哇這個人哪來的 我完全沒有看過這本名字 然後他演出的時候 也真的是驚艷到我們 就覺得哇這個年紀小小 年紀輕輕的 他的歌曲都是他自己創作 而且創作真的是很棒 然後歌曲聽起來也是完全用他自己的Style 所以呢 我們今天要請RT來介紹一下他自己 好 RT快跟大家介紹一下你本人 嗨 我是RT 然後我是屏東的音樂人 我會做嘻哈音樂跟流行音樂 然後我是星星戰士 對 然後呢其實RT剛剛有 我剛剛有聽他講 他說其實他是把他自己定義在 就是音樂人的位置上 對啊因為他喜 我覺得他有自己說出 他自己覺得 他在創作上他沒有把他定義成為 嘻哈歌手 而是音樂人創作的部分 對對對 那你現在 你現在的歌曲 總共創作多少 總共應該有六七十首 哇六七十首 對 你的產量很高耶 因為其實我後來有去聽你的歌曲 基本上那個風格 那個上架更新速度超快的 對啊對啊 就是我有一陣子會走更 可是就是我發現周更其實會讓我自己有壓力 然後也會就是好像要急著做一個周更型的創作者 對所以我近期才會慢下來 OK 因為我就覺得哇好厲害 你根本就跟YouTuber一樣了 幾乎是YouTuber的等級 周更等級 對啊 但我很好奇說 因為其實我很喜歡你的歌的原因 是因為你的歌的歌詞 我覺得很吸引人 就是很 就是我覺得應該說就是很生活化跟很內心 對啊 然後所以呢 你的這些創作靈感都從哪裡來啊 因為我是 就是我是會每天晚上睡前都會自省的 就是反省今天做了什麼 有沒有做不好的 有沒有做好的事情 然後我會把這些就是反省的東西 用不同角度去切入 決定一首歌就是 我發的就是Mistate的歌 有一首歌叫水怪 大家聽的時候都會覺得他到底在講什麼 可是水怪其實是講 我用一種把自己內心的心魔 擬物化變成一隻水怪 我每天晚上都會跟他抗戰 就是以不同角度去切入 大家每天都會遇到的事情 理解 所以就會好像又生活化 然後又很印象的感覺 我覺得那個聽起來就超級有畫面了 我很喜歡水怪這首歌 對 然後呢 就是你今天要分享的那首歌 我也非常喜歡 那你自己 你自己都會在 就是你自己會接演出嗎 會 所以大概都是怎麼樣的演出 我其實演出都不排斥 就是任何只要能夠唱的 我都盡量想要去展現自己 因為我會覺得能夠曝光就是一件好事 不會局限在自己是不是這個場合不嘻哈 或是這個場合不好我就不去 但是有一點是我滿大的心魔 就是派對跟夜店 因為我的歌都在講內心的事情 我就會覺得總沒有人去夜店玩 然後聽你在那邊講你內心多痛苦 的確啦 那個場合好像也不太適合 對 滿解的 所以我就會有點抗拒這件事情 不要少大家的興致這樣 除非是那種很Piano Bar的那種 對 那種很Chill的我就可以去唱一下 舒服可以對話的那種場合 我覺得比較適合 沒錯 應該說那個時候 我認識你的時候 你那時候的創作是以 藝術四種惡性循環出道 是這樣嗎 算是 算是出道吧 但是我記得那時候 我會對你很印象深刻的原因 所以我會很好奇 為什麼會想要取這樣的名字 跟就是會有這樣的主題出現 這個是我三年前就想好的主題 就是藝術這種東西 我覺得我們每個人的一舉動都是藝術 就跟我今天在這邊講話 就是藝術 然後這個燈要這樣打也是藝術 然後場外的人要怎麼站 然後東西要怎麼擺都是藝術 我覺得藝術是不用被別人欣賞的 它就是你自己覺得它是怎麼樣 它就是怎麼樣 那藝術是給你懂的人去看 理解 那惡性循環很多人會誤解它的意思 就會覺得好像是一個不好的狀態 或者大家會覺得是壞的東西 可是對我來說 我的歌都是講內心負能量的東西 所以我傳遞我的情緒給你 那你聽完之後 會有兩個結果 一個就是喜歡跟不喜歡 那你不喜歡的時候 必備給我的回應就是這首歌很廢 那這就是一個負能量 那你喜歡的話 你會自行 然後跟我講說 這首歌打中你的心 你有什麼過往故事 這也是一個負能量 理解 所以這個惡性循環其實是我們互相在 交流 對在倒垃圾的過程 理解 因為對我來說 很多人會覺得快樂 就是很多人會覺得正能量就是它沒有負能量 但是它只是用快樂去蓋過那個悲傷 所以它其實就是一個一體兩面的東西 對 就是它其實是 你可以很正面 但是你正面裡面其實也會有負面 因為有負面帶出正面 對 你必須把負面宣洩 才會有真實的正面 那最後的話想要請你 就是跟觀眾介紹一下 就是你接下來要唱這首獨白 這種新歌吧對不對 對 算嗎 很新的新歌 算 沒有它很新 但是是新歌 對 新歌 你介紹 你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很喜歡這首歌的歌詞 這首獨白其實是在講 就是 我自己一個人在自行的一個過程 然後他會覺得 像我裡面主歌就有講到 就是人生不會就是這樣 不論是空氣水分跟陽光 的確是 那你的人生 喜怒哀樂到底算什麼 他不就是貪婪的躺在床上 就度過這一生 你出來的時候在嬰兒床 死掉的時候在棺材 就是一樣 然後還有自行到一些 一些自責 像是我講到 所謂這些失敗 其實是很不應該的 在反省自己 的一個過程 OK 所以你的歌曲幾乎都是 以一個自我反省跟內心 內心的一個對話交流 然後做呈現 沒錯 好啊 所以今天謝謝 R-Tim在我們當中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要進入我們的小遊戲時間 嘍 哈囉歡迎大家來到藍色遊樂場 好我們今天要來跟R-Tim挑戰一些小遊戲 我們倆說我們今天實力相當啦 實力相當 沒錯 所以呢我們今天玩遊戲一樣 我們要用名詞 然後一樣就是來比速度的 對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場外的小幫手 會幫我們出題 然後出題出一個名詞之後 我們倆就是要搶答 跟那個名詞有關的歌曲 搶答先唱出來的就贏了 然後沒唱出來就輸了 就是這樣 好你有信心嗎 R-Tim 有 好有有 那我們請我們的小幫手出題 好那第一題是示範題喔 請唱的啊 好緊張 好題目是請唱一首有愛這個字的歌詞 的歌曲 好我先 好 愛你 不是因為你的美而一 可以嗎 可以 YES 感謝王力宏 YES 感謝王力宏 沒有沒有沒有 他沒有他要努力 我看得出來 好那我們就正式開始囉 好緊張喔 好可以 好第一題 請唱一首跟跳舞有關的歌 跳舞喔 真的嗎 我唱一首但是我不確定有沒有 好 專班 專班 這什麼有嗎 有跳舞感嗎 那換我 沒有啊 沒有啊 旋轉跳約我比這眼 唉唷 有啦是有啦 九令姐姐 我一分了 好下一題 我要贏回來 請唱一首有提到光這個字的歌 蛤 生命並不複雜 空氣水分陽光 阿Tim的主擺 天啊 天啊 我還真的聽過耶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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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怎麼辦 我要自己做一首歌 哈哈 下一題喔 好好好 第三題 請唱一首跟分手有關的歌 好可以 我記得我叫我走分可以嗎 可以 自己說自己說 好下一題 有一點難 請唱一首跟海洋生物有關的歌 海洋生物喔 蛤 如果歌詞是 可以嗎 歌名可以嗎 歌名 歌名是海洋生物可以嗎 海洋生物喔 好我要唱囉 聽好喔 那是一座水怪 一個人在見他一禮拜 他說他希望我能夠陪他 但我們通常沒太多對話 阿Tim的水怪 欸 這是 這很奸詐欸 奸詐打歌欸 奸詐 讚啦 喔唷 我剛本來想到什麼 魚兒魚兒水中油 好弱喔 真的是很弱欸 魚兒魚兒水中油這種的 好 下一題 請唱一首跟昆蟲有關的歌 昆蟲喔 我應該有一首昆蟲 又是 呃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想一下我 我腦袋有歌等一下 我有了 蛤 好啊 就給你吧 我想到了我抓不出來 喔 你想到了嗎 沒關係啦你唱啦 還是你的是我的那個 沒關係你唱啦你唱 好 蝴蝶蝴蝶神的神魅力 欸我想的太難了 我剛本來想的是阿飛小蝴蝶 你看我這個 我真的是欸 但是我忘記他歌詞有沒有 就是 對啊 我真的是不行啦 好 倒數第二題 放水喔 放水喔 請唱一首跟鋼琴有關的歌 鋼琴 這反而不會耶 鋼琴 喔我知道了 尤其是 怎麼又來了 等一下喔 我只有看鋼琴 跟鋼琴有關 有有有 我只是想到垃圾歌欸怎麼辦 有會有 我只是想到 我只是想到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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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直接彈啊 直接彈 好啦交給你了 我要直接送給你 那我只有一句 好 好 只剩下鋼琴陪我彈了一夜 水昭的大提琴 兩句了 欸不玩嗎 又有大提琴欸 等一下你們剛剛提示的是什麼 這首啊 欸不是嗎 不是我剛剛一首 然後要這樣 不砍到提示 最後一題 好 請唱一首跟春天有關的歌 春天 春天 還問你有春天的歌嗎 沒有沒有沒有 春天 哇這最難的 完蛋 實力相當兩個人 好換啦 好換 好換一題是不是 那請唱一首跟夏天有關的歌 快看有夏天欸 我唱一首不是我自己的歌 好你唱 這樣我就贏了 沒關係給你贏 給你贏 我沒有在乎輸贏 我們的愛在螢火蟲的夏天 這個啊 這個啊 蛤 告五人的愛在下面 喔 對不起告五人 對不起 可以 好啦真的是 我真的是完全 這個遊戲完全是送分來著 送分來著 好啦 謝謝RTING參加我們今天的小遊戲 對 請大家記得去追蹤我們RTING的 你有IG對不對 對 我的IG叫RTIIM有三個I 對 啊你的歌平常都放在哪裡 放在YouTube跟FreeVoice OK 所以大家記得追蹤訂閱我們RTING 謝謝他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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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